Hello,新浪娱乐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邓文 我是喜欢玩这种类型的游戏的,对 但是我被吓到就是我只是被对突然的事件比较敏感 对,其实如果你要就是可能如果有预知的话可能就会好一点 前三,每一个都是前三 对,你看我每一个被吓到都是突然性的,其实就是炸门的那一次 就是在门里边爆炸,然后我离门最近就被炸飞的那一次 那个门是那种铁门,会扩大那个声音 然后我离得最近,我直接耳朵就听不见了 对,那是突然性吓得应该是我最狠的一次 如果给蜜桃六子,那个就是胆量排名的话,你会怎么排? 国伪肯定是胆子最大了,我觉得其他那四个人应该他们是一样的 也不算胆很大,也不算胆很小,对,然后我是最后一个人 对,就自认遍敌是吧 对,那要是反过来的智慧排名了? 智慧我觉得应该把阿侯排第一 就是阿侯总会点睛之笔 尤其我跟小姐,还有大勋我们仨吧,就老是发现,其实大部分净发现点没有用的 总会串故事,就总会想的会比较跳 剩下我们就差不多,把大勋排最后就好 开玩笑,差不多,差不多,对 应该是打拳那一期,节目组其实他剪的时候他把时间缩短了 也确实因为我们在那儿确实待了很久 那天打了国伪的手已经,那天打完了以后扎了三千的针灸 就已经就是手都已经动不了 对,然后我的手这边也肿了 因为那个拳套他就是你打完了以后他很容易伤到手 其实手脚都疼,就都已经用不上力了 越打越没力,越打越没力 但是就最后一直在坚持,你来一下,我来一下,你打一下,我打一下 我也不知道,就是一切发生都是自然而然的 没有,这当时那就是我最真实的反应 为了不被去电,不被去吓到,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 不知道观众能不能感受到,其实我们在一整天 几乎近十个小时一直在一个空间里 那个时候的人的,你的精神和你的注意力是会涣散的 待时间长了会蒙的,又在那种氛围里 然后你又总会想着,比如说进到下一关里有没有NPC啊 或者就是你总在那个很诡异的那种环境里 反正我是这样,我会放下一切的 其实很害怕 所以其实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会更害怕 觉得怎么安慰呢 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看看我的别的视频 可能就会有一些安慰 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一定会的 我们也肯定希望在一块多在一起玩啊 不管是拍戏也好,还是录节目也好 尤其是这次我们六个录过这个节目感情越来越好 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都希望往一块凑 最近一直在看剧本 对,因为就是还是要拍戏嘛 所以就一直在找一个自己喜欢 然后也合适自己的一部戏 实话实说就是自己承担的太多了嘛 我那时候拍拍乱我就说 我说这部戏成语白跟我没什么关系 就有嘉义老师他们对 但是现在的责任不一样 关键是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原来可能会一下碰到很多自己喜欢的决策 现在好像碰到自己喜欢的决策好像没那么容易了 不知道为什么 这可能是大家和观众的理解 但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讲 在拍戏这方面 其实有的时候的选择是越来越窄的 比如说我拍欢乐颂的那些角色 包括白鲁言,陆兆涵的都是我很喜欢的角色 我只要自己去把自己学习的那一部分做好就行了 但是现在我去拍一部戏的时候 就是会承受各方面的压力 就是观众会不会喜欢 或者怎么样 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自己会不会喜欢 我觉得承担的东西就来越多了 所以选择性反而就会越来越少 其实收受率是 收受率对我来讲是次要的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自己喜欢 这个我觉得也随缘嘛 所以很多事情也不是我能决定 所以我也只能就是一个剧本接一个剧本的看 就是那个时候的 我就一直很着急 很发愁的是 这个戏到底怎么就要演的好呢 到底怎么才能把戏演好呢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所以当时其实更多的烦恼是说 不理着自己怎么演习 而不是说当时还没有被更多观众看见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就是可能观众理解 跟我们理解的太一样 不是每一个人一踏入这个行业 都是要想着红的那一天的 这不可能 就是起码我不是这么想 比如观众看到了 他只看到了你火的那样 他不知道你中央这一年经历了什么 我也不可能我天天想着我 我什么时候火 就是每个行业都一样 你必须要努力 你连你最基本的业务 你都做不好 你为什么要天天幻想 客观来讲 确实演员让知名度更高 才会说拍的作品更有机会 我觉得这是 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本身是两方面 第一呢 是我热爱这么个行业 第二呢 是我也想通过这些作品 也想让更多的观众认可我 观众认可了以后 我才能继续的在这个行业走下去 假如说我拍了十年 没有一个人认可我 那可能我就被迫的在这个行业里 我就不能走下去了 所以我们是为了我们继续 还能做我们热爱的行业 那现在关注度很高吗 但讲真如果说有一天 关注度今天降下了 你会觉得失落吗 不会的 我觉得只要我还能 当时演戏就行 只要我还能拍到 我喜欢的作品就好 我什么称呼都喜欢 只要是观众和粉丝 给我的任何的标签什么的 我都接受 这是我呈现给大家的一个 给大家的一个感受 对 所以大家才会这么称呼你 我觉得流量这个词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 我说人人都希望有流量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自然而然的 就也不是我说我要有流量 我就有流量 就这事也不是我决定的 其实这事跟我没太大关系 你觉得流量给你带来的利弊是什么 没什么利弊 不管有或者没有 我都要把自己的事做好就行了 今天有一个人看我演的戏 我也得把这戏演好 今天有一个人看我演戏 我也得把这戏 我更得把这戏演好 是不是 你就是这道理 所以这流量对我来讲 其实我觉得没有 如果说观众没太了解 你这个人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流量演的戏 应该不好看 这可能会有这种偏见 你会有这种担心 我不会啊 没关系啊 你有对我人去看我演的戏就好了 你如果你看了我的戏 你真是觉得我演的不好 确实我承认 因为我毕竟还在进步 哪怕我今天拿了奥斯卡的影帝 我还是要进步的 因为表演这个东西 它是没有标准和没有尽头的 如果你看了我的戏 你觉得还不错 你觉得起码我在往正道上走 那你就继续支持我 那我就会按照我的脚步 然后去一直提升自己 因为我正青春 所以我演的戏一定是青春的 我现在演老头也不合适 白鹿元 我的那些戏也是很青春的 我这岁数演老头确实不像 因为我没有那样的经历 我觉得挺好的 比如说演完香蜜 有一些CP粉 我觉得挺好的 就说明你把戏演好了吗 说明你演像了吗 比如说你演一个坏角色 然后观众总骂你 骂你就对了 因为你演的就是那个角色 所以我是不太受这种影响的 因为我只要对我自己的专业 和我自己的业务负责就好 那我不能说 比如我演一坏人 我怕被骂 我把这坏人演成好人了 这就不对了 这戏就不对了 我想挑战角色太多 就我有太多 我估计我有太多太多太多的角色 没演过了 那你自己平时更喜欢看哪种类型的作品 电影的话 可能我更偏向于 比如看绿皮书这种类型的 那因为现在还没有大一幕作品 会考虑说往大一幕方向发展吗 我是个演员 就是什么舞台电视剧 没分那么清楚 如果有我喜欢的 我都可以演 咱俩聊天不用那么官方 这没有什么大一幕小一幕之分 所以有的演员会有大一幕小一幕之分 必定是说 对 我都有考虑 包括舞台 我也有考虑 因为其实从学校毕业了以后 没有在舞台上再出现 其实我有的时候我还想 如果等抽几个月的时间 我真的还想再回到舞台上去学习一下 然后去再重温一下那种排练的那种感觉 那是很提升演员自己本身的东西 所以其实不管是舞台 还是电视剧 还是电影 如果有我喜欢的 有合适的机会的话 我一定都是会去考虑的 你是体验生活的这种演员吗 生活一定是会帮助你演戏的 我很坚信的就是戏剧来源于生活 感受生活的时间应该是多的 对 所以尽量感受吧 但有很多方式吧 一个是你真正的去生活 第二是比如说看一些电影啊 或者看一些什么别的 比如说看一些别的节目什么 其实各种各方面都是一个来源的一个渠道 其实也不一定非得是就自己非得去生活 太官方了 没有办法总裁是吧 就是《密室大夫说》这个节目 我相信看了也一定看了几期了 没看了真的一定要赶快打开芒果TV 然后去看《密室大夫说》这个综艺 看了一定不会让你后悔 而且这部戏呢 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六个人 我觉得已经付出自己所有的天性 然后去侵入到这个节目里 对所以这个节目想不好看都不行 总之去看就对了